短信证码的图端完成了以后 下来我们该做什么了 客户端对不对 所以说下一步我们去实现 实现这个短信验证码 短信验证码 我们一个客户端的调用 对不对 客户端调用 实现这样一部分内容 那这个实现客户端调用上来 我问你现在第一个操作是什么 第一步操作 跟你这个是不是应该是能对接的 对吧 咱们前面去实现分离成微服务 第一步操作是什么 这个是创建微服务是吧 这创建微服务 这第一步有点冲突 微服务是因为我们服务之前没有 对不对 那第二步是什么 修改密码本 好 那你这步修改密码本 对应到我客户端这边应该做什么 对 他上来第一步应该先去 拷贝密码本吧 对吧 比如说是拷贝 密码本 因为我们说你的密码本在微服务那端已经改完了之后 到我这边我就不用再改了 我直接用就行了 但是我们俩是不是必须有相同的密码本 才能够正常使用咱们那个grpc调用了 对吧 好 拷贝密码本 那这个很简单吧 拷贝密码本就是 怎么做 我就是将 谁呀 咱们那个 呃 风筑下的 那个srvsevse下边的 user下边的 谁呀 proto的这个目录 整个目录对吧 哎 把它拷贝之 哪去 拷贝之 三 拷贝到哪 哪 哪个位置上去 是吧 拷贝到我们当前的项目里边 那我回过来去看一下啊 也就是你这个proto的这个目录吧 user的proto 整个这个目录 把它拷贝到我web下边 是不是也有一个proto 对吧 啊 那那那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啊 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比较细致的一个地方 你这边是proto这边也是proto 对吧 那你别考虫了啊 不要考虫了啊 就是我们原来里边proto里边有一个目录 是咱们前面原来在实现 那个图片验证码的微服务客户端的时候 是不是从微服务那边拷贝过来的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实现短信验证码 是也得从这里边拷贝过来 对吧 所以说这个目录还我写的还不对了 就是应该是从user下边的proto下边的user吧 对吧 user下边啊 user下边proto下边的user 对吧 这样的一个目录 把它拷贝至哪去 是到我们的这个web下边 web下边的 是呀 proto 就是proto就行了 proto 对吧 你拷贝过去以后 他自然而然是不是还是叫user目录 也就是说最终完成 完成拷贝完成以后 你的这个proto下边 他是不是就有两个目录与咱们线刚才看到那个叫做get开px 是否同级啊 这能想明白吗 就跟他是同级了对不对 所以说你就直接把这个user啊给他拷贝 这是proto下边的user啊 拷贝放到我当前的proto往里边一粘 粘进来 ok 行了吧 那就proto现在是不是有两个了 对吧 那接下来我是不是回头我们在用的时候 我是不是用的用的user 这个user下边的这个proto的这个文件 好吧 这是第一步啊 需要必须先把这件事弄明白啊 密码本的拷贝 好 拷贝完密码本之后呢 接下来干嘛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编辑你当前 跟他对接的那部分内容啊 那你思考一下怎么去跟他对接啊 我先把这个clos全部都关掉了啊 那思考一下怎么去跟他对接 或者或者应该能想象一下 就说我现在有了微服务了 对不对 浏览器假如说我还是在这个地方啊 192.168去进行注册发送页面的话 他这个消息最开始是发到哪 肯定是发到我们当前的 曼函数里边的是不是这个回调里边 对吧 他会是不是被这个位置会不会毁掉 回调也就是这个get啊 这个sand message cd里头吧 那我们说在这里边 原来咱们在里边刚才我还写的这呢 从此处减到微服务当中 就原来那些代码都在这里边实现的 现在相当于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客户端 我自己不再去实现这部分代码了 我是不是让微服务去帮我去实现这部分代码了 对吧 这个优责点购 对吧 所以说接下来你是不是应该 在这个user.go里边 是不是去使用 我们微服务的 那些东西 这可以想明白吧 对吧 好了那既然要使用的user.go里边 去使用微服务那些东西 回想咱们前面说的都干啥事 我是不是要把你那个什么 那个 微服务客户端先初始化一下 初始化完了以后呢 像调用本地函数一样 是不是去调用远程啊 对吧 并且我要指定服务发现 还记得吧 对吧 就大大致是不是做这么几步 那么说你要调用的话 你是不是要用到刚才咱们拷贝过来的proto下边的包啊 对吧 所以说我是不是要把proto下边这个包先给他导包名啊 对吧 这个咱们前面再给大家想的时候也说过这件事啊 一上来你得先做这样一件事对吧 把这个包名先给他导进去啊 那对应的就是我们导一下那个包名吧 他咋不够出了呢 应该是bgo 38web出啊 好出来了 bgo38web下边的proto下边的user吧 是我们想要这样的一个目录 因为你这个拷贝过来的这个user目录里边是不是有我们的microgo里边才有我们想要的那些方法呀 对吧 bgo38web下是proto的user目录 但是咱们说你这块要直接拿他下边去调方法的话太费劲 因此咱们前面是不是会起别名 比方说gapchar咱们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对吧 基本是一样的吧 bgo38webproto下边的gapchar 现在我们web下边的proto下边的user嘛 对吧 也是啊 去给包起别名啊 CtrlC啊 CtrlV 对吧 那这个 比方说一般我们就叫user嘛 对吧 起个别名就叫 这个user 或者这别名无所谓你自己起啊 比方说我来一个叫做user micro吧 可以吧 就表示我是不是调用的用户的微服务啊 相当是可以吧 啊 就稍微改一下啊 这个你自己去 呃 决定就行了 对吧 啊 然后下边再往下看 那我就前面不用说了 就去实现这个获取短信验证码这部分功能嘛 对吧 前面这段 啊 这段留着吧 啊 这个这段留着也无所谓 就还是这三个变量 对不对 哎 现在接下来这三个变量拿到了之后 再来个干嘛了 创建容器 我们创建容器暂时先不要 这先给他删掉 好吧 先不要 包括下边的这个暂时都不要 可以吧 啊 从此处剪切到服务 刚才是为了给大家看的 现在我们不用了 好了 那就是这之前咱们在剪 剪代码的时候 我说了这份代码必须得放在这里边 因为这是客户端 发送那个get请求的时候 携带在URL里边的数据 我只有通过这个里边用这方法是把它提出来 对吧 哎 你不能把那URL直接扔给服务器让人家去做去啊 那就说相当于你要把这个东西组织一下 将来是不是交给客户端呀 哎 不是交给服务器端呀 对吧 哎 那对应到我们说这里边我们需要做什么事 就是咱们前面说的 你客户端那边首先是不是要初始化 初始化完以后呢 用你初始化好的那个客户端 是不是去调用远程函数 咱们说像调用本地一样 然后最终就把这个消息发送给服务端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也就这么几步呗 对吧 因此你上来第一步 我们先要去干嘛 初始化 是不是客户端呀 对吧 来初始化 出始化 客户端了 对吧 那你要初始化 客户端怎么样去弄 是不是就使用那个new的那个方法呀 new方法是不是就在我们这个proto里边对应的这个里头 所以说我们应该使用刚才咱们写的那个user user macro 去调用的啊 new user service嘛 对吧 实际上这里边就两个函数 你看一下 一个是register user handler 这是服务端那边要用的 一个是new user service 是不是也就是我们这边要用的 对吧 好 那这个user service 咱们说里边两个参数 刚才出一下又没了 两个参数 一个是string类型的name 一个是client吧 对吧 这string类型的name代表什么意思 指定是不是服务名啊 对吧服务名呢 你是不是要从微服务那边去看 那就说我要回到这边的user下边呢 慢点够里边 是不是拿到服务名 是不是就这个名字 对吧 带双眼号的啊 直接把这个字符串给他counterc 他这边指定服务名了吧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应该把这服务名给他 这个不用是吧 回到这边啊 别别别点错了啊 慢点够这个不要了啊 回到这边 对吧 好 然后把它放进去 这第一个参数 对吧 第二个参数呢 第二个参数 是不是应该表示你所使用的是哪个 服务啊 那咱们是刚才在微服务那边 我们指定了console的服务发现 所以说你在这个里边 上面是不是也要做这件事 对吧 我还是要去指定啊 等一下啊 去指定谁啊 counsulconsole服务发现 对吧 指定console服务发现 那这个console服务发现的指定几步 两步就能完成了应该 对吧 那应该是 还是咱们前面的呢 counsul 这都写好多回了 console counsul 点 一个是new 对吧 然后我就会返回一个 按照咱们命名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console 谁啊 l 少了个l 然后呢 21g 是吧 21g啊 冒等月 然后呢 接下来 下面怎么办 对于咱们服务那边 我们指定了 有四个 回去再去再看一眼 服务这边 我是不是有四个参数 什么micro address name registry warsen 这个name和warsen 是自带的 对不对 address 我们说你的这个服务 呃 要不给他指定 他就随机生成了 对吧 我们不让他随机生成了 所以我们指定了一个死的吧 那对于客户端来说 这些东西用 啊 address name 还warsen 都不用 我们是不是就指定一个注册 是不是就行了 记得吧 对吧 那你要是忘了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get capchar 这个函数里边的这个 呃 man I'm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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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错了 是在我们的这个 呃 web 对吧 啊 web端 只不过是我们之前在去实现 那个 什么的时候 实现那个 capchar的时候 对吧 啊 优到点 go里边上 我们就指定了这样的一个 web服务 对吧 有点够 那应该啊 在这边 在上边 上面是不是指定了这样一个web服务 一样的吧 实际上你就把这个代码 ctrl c 拿下来 放到我们下边的 刚才写的这个位置上 这是不是就行了 你看一下代码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那我就偷懒了啊 不去写了啊 这就是重复的 就给他删掉一份就行了 对吧 这会就是指定 console服务发现了 对吧 console服务发现指定好了之后 那这块我 用那个micron new service 指定了服务发现 什么当前的console 得到一个console service 对吧 然后把这个console service在这里边 是不是就调用一下 在初始化 客户端里边 对不对 那我就直接是console service 调谁 client方法 对不对 就初始化一个客户端 那就显然说 你这个client的方法里边 它是不是应该捆绑了 我这client类啊 对吧 client类下边 它是不是应该捆绑了 咱们所说的那个方法的那个实现 那实际上就是就是哪个方法 就我们上面那个送的message 那方法 对吧 这都不用说了啊 好 那一般我们这个 new macro new service 调用完以后 cntr b 它会返回一个 user service 对不对 这user service 就是我们的微服务的客户端啊 那比方说 我给他定一个边量 接收一下吧 micro client 对吧 client 对吧 然后让他冒断 接收 它就是一个参数 对吧 好了 接下来 下面怎么办 初始化好了 客户端 我是不是应该去调用远程函数了 调用远程函数 对吧 调用远程函数用到的是 是呀 就我们的这个maker 是呀 client 然后呢 点 后边是不是就跟上 只有一个方法可点 剩下那些什么printlamp punic 都不用说了 对吧 那还记得这里边怎么传 第一个是context 点 就是说没有内容的话 一般我们传一个todo 对吧 别让它对象为空 第二个呢 你看它是一个指针 对吧 并且是一个印 这是很明白了 对不对 那我应该是取地址的 印它要的是不是就是request 对吧 那request在哪里边的request呢 是不是我们那个微服务包 不是 微服务考过来的那个proto包里边的这样的一个request 对吧 所以说应该是我们前面自己定义别名的那个叫 又忘了 user user macro是吧 对 我还想着让它到时候对应有一个macro的名 user macro 然后点里边跟一个谁啊 request吗 可以吧 对吧 request了 那request里边对应几个值啊 那你从这个里边可以看一下 或者我们应该也能记得吧 request里边三个值嘛 一个phone 一个image 一个uid 这么三个值 那这三个值是个刚好就是你前面从浏览器当中通过uil 通过我们这个方法是把它提取出来的这么三个值 对吧 所以说我应该在这个位置应该是第一个是phoem号就是我们的phone对吧 然后呢 逗号隔一下 第二个是imagecode对不对 后边就是我们的谁呀 imagecode吧 对吧 然后呢 逗号再隔一下 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uil 对吧 uil 那对应的是不是就是我们的uil ok 也就是说你把浏览器 浏览器拿到的这些数据 通过send message这个回调函数的方式 把这个把这个参数是不是给给他传过去了 对不对 那传过去之后呢 你在这里边 send message 返回什么 返回是不是就一个是那边的传出 一个是arrow啊 对吧 反过这么两个值嘛 所以说你拿 变量是接收是不是就行了 resp一个 然后呢 resp再有一个是arrow啊 对吧 然后冒等一下呗 对吧 因为上面那个那个resp咱们删了 实际上他也干脆就没有用了 原来我们是自己定义 现在是直接从服务器那边给他传回来的 对应咱们服务器那边 他所对应的 是不是就是在handler里边 他返回的那个东西 呃 打个点开错了 是吧 这个这个不用管他 因为那发不订阅 咱们也不用啊 他包错就包错 扔在那就行了 咱们不掉他 或者你把它删了都行啊 handler里边 我们是不是这 这里边有这个啊 而sp的 arrow呢 arrow number啊 arrow message啊 对吧 不管是你是图片验证码失败啊 还是发送短线验证码失败啊 还是存数据库失败啊 等等等等 我这边是不是都会组织成这样一个消息 给你发送回来 对吧 好 那回过来 你这个resp里边就做判断呗 if 是呀 arrow如果要是不等于near的话 那我这块就说明 你在调这个远程函数的时候啊 是不是失败了 对吧 调用失败 调用失败 那我就直接fmt.println去打印一下吧 对吧 比方说我的这个client啊 客户端 就不用写了 不用写客户端 就直接写调用 谁啊 远程 函数 这个send send sms 对吧 send这个失败 对吧 调用失败 然后把 如果失败了的话 把这个错误信息打一下啊 看看出什么错误 我们能够找得到 然后下边直接来一个return 起活了吧 对吧 但是这个resp怎么办呢 是刚才那个代码被我删了 实际上不删也是一样的 最后这部分内容就是 是啊 我应该是发送 叫燕的 是不是结果啊 对吧 给谁 哎 要注意啊 他是给浏览器 对吧 就是相当于你的这个web服务器 现在相当于中间传话的这样一个东西 浏览器发东西来 我拿到东西之后 就前面这些就是我拿到的东西 拿到之后呢 我就什么也不干 我直接把这些东西交给远程的服务 为服务去做 对吧 为服务去生成图片验证码 为服务去进行图片验证码和短信验证码的交验 为服务去生成短信验证码 然后往数据库存 数据库比对 都是为服务做 为服务做完以后呢 他会把做的结果是不是通过这个函数的返回值传出给我 好 好了那这个传话还是对应咱们前面说的 你既然要网络当中进行通信就肯定涉及到这个字节序的问题对吧 所以说还是用我们的这个 这样 cts 哎过了啊 函数过了 这是图片的这个短信的对吧 但是参数都一样 ctx去掉 哪个 json json 哪去了 对吧 掉json方法吧 对吧 然后json的第一个参数应该是什么 那个 http包下面的ok是吧 就直接ok就完了吧 对吧 第二个参数呢 这就是我的21sp 好了 玩活了呗 对吧 基本也就也就这么几步呗 对吧 就可以去完成你这个图片验证码的客户端的这样的一个实现 好了 那对应图片验证码客户端实现 我们去测一下 看看 对不对吧 对吧 还需要回到我们前面 从哪开始测 从头吧 从头来吧 对吧 就相当于这次我们又要完整的去走一遍了 只不过实际上看到的效果跟咱们今天上午课程结束的时候看到的效果一样 就是你能够看到 手机收到正确的验证码 然后redis缓存数据库里有东西对不对 然后那个去用那个redis缓存数据库里边的k能能得到对应的码 跟我们的那个码值并且能对应的上 对吧 但是你要清楚我们现在相当于是本质发生了变化 原来我们是就一个服务 就web服务自己跟浏览器对接 现在相当于我有几个服务 几个了 针对浏览器的访问 我现在相当于有三个服务 对吗 一个服务是web服务直接跟浏览器对接了 但是web服务收到浏览器的请求之后 他会把什么图片上码的方式 什么发给get开不差的服务 把短信上码的方式发这个用户这个服务 对不对 那中间是不是还有服务发现参与进来 OK吧 好了 那我们去测试 测试那就对应 我要刚才他们说了 我这几个服务是不是都都要给他启动起来才能测试 首先第一个最先确认的就是咱们的console 你要确定你的console服务是不是起来的 对吧 我这console服务这起来了没问题 然后紧接着第二个 是不是要确定我们图片验证码的服务 对吧 那我回过去 一点点来 咱们就按顺序来吧 尽量 web三把目录里边进到我们的service service里边 然后去get开它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去点杠 不叫点杠 go run 对吧 然后呢 慢 慢点go 这部是不是启动的是图片验证码 该它开不岔 对吧 好启动 对应咱们指定了端口 应该是12341 看到就就没问题了 这是12341 对吧 起来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位置我应该指定谁了 还有一个 咱们说那个短信验证码 是不是在 也是在service里边 现在我是放到一个叫做user的这个项目当中了 对吧 好在这里边也是go run 然后呢 慢点go 回来 起来了吧 对吧 go 慢 软点go 这是12342 对吧 对吗 刚刚指定的对吧 12342 那还缺一个什么web服务 对不对 web服务 所以说我应该是bgo38 进入到我们的web目录里边 然后呢 在这里边直接就行了 go run一个慢点go 对吧 好 三个都起来 现在三个服务都起来 但是这三个服务的关系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是浏览器 浏览器访问请求 先访问到我们的web服务 web服务 对不对 web服务收到这个请求 它不进行处理 它去找两个服务 对吧 一个服务是我们的get cap chart的那样一个服务 另外一个服务 是我们所说的user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对吧 找这两个服务 get的cap chart呢 能给它回 那个图片验证码的消息 user能够能给它回 短信验证码的这样一个消息 那最终不管是谁回来 它是不是都交给浏览器 在浏览器里边 我能看到一个结果呀 对吧 这是咱们大致的这样一个流程 好了 那web服务起来了啊 端口是8080 说明没错 是吧 好 那回到我们这里边 就重新去做测试 启动192.168.6.1088080 home号启动 可以对吧 还是我们看f12啊 看那个它的那个测试页面 这样我们能看到home network里边的参数 对吧 那么去点击注册 那些注册手机号 天我的18610382737 对吧 然后下边来一个26202620啊 这个就是咱们之前说 为什么你前面在写 那个图片验证码 你尽量简单一点啊 就是我最开始在贝克的时候 写过这个地方写复杂了啊 经常会写错啊 你就测试起来很麻烦 对吧 所以说你等到项目要发布上市的时候 或者说你回头要完事 你再把它改成复杂的 对吧 测试时候咱就来个最简单的就行了 好 那接下来这个位置 我是不是应该去获取短信验证码了 好了 他倒计时了 基本就说明没问题 好 我收到了067730是吧 067730好 好 然后接下来就密码123 确认密码123 然后立即注册啊 实际上这立即注册注册这功能 咱们还没有实现 对吧 但是到这为止 应该首先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network里边 从刚才发送短信印码的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应该能看到 Iron number是零 然后Iron message是成功的 没有报错 对不对 那并且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里边 他发送的这个UUID 图片印码 UUID 还有我们前面的那个什么 缝啊 应该都有吧 咱们前面打印输出被我干没了吗 好像打印输出让我刚才在移植代码的时候删掉了 对吧 对吧 打印输出删掉了 好 那回过来 进到我们的咱们说完事之后 一个是你手机能够获得短信印证码 对不对 再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里边这个network下边 network下边 Racebox里边 我是不是能看到一个成功和这个零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啊 第三个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到咱们redis数据库里边去看 对吧 那我回到我们刚才这是我们的redis缓震数据库 不是 这是刚才创建项目时候用的 关掉了 不要了 哪个是redis缓震数据库 这个吧 这是我们的redis缓震数据库吧 对吧 那你可以执行case s吧 好 那么说看一下啊 这个这长串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 图片验证码 对吧 我们可以使用get 然后后边跟上这样一长串 哎 粘贴啊 点错 弄个止读呢 粘贴 好了 回车 是不是2620 我们刚才在这个里边看输的是2620 那没错吧 对吧 那短信验证码是什么 067730 在哪里的 这个位置是吧 这个是key啊 那这个就是咱们前面获取到那个UID作为key 然后2620作为值传进来 然后我们把手机号再加上一个下方线code作为key 是吧 把他的那个值传进去 对吧 那我们再去看一眼 对不对吗 粘贴 对不对 然后回车 他是不是067730啊 那你回到我们这里边 067730 对吧 就跟我手机上面收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好吧 那你放到这之后 实际上就说明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个短信验证码的功能 基本 是不是就完成了 短信验证码的功能 并且我是微服务版的这样一个短信验证码功能 那我再往下是不是就可以继续往后去走这个这个注册的流程 把这个第一次密码和第二次密码都输进去 然后让他提进去 那用户只需要把这个密码录入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把他录入这个密码 给他怎么样 存入数据库里边吧 对吧 然后接下来把他存到数据库 接下来当用户 再次去登录的时候 去数据库里边 把他这个密码给他提取出来 然后进行一次校验 这个注册功能是不是就可以彻底完成了 对吧 那么说在这注册里边 咱们涉及到的图片验证码和短信证码的功能 就都使用微服务的方式给他集成起来了 对吧 并且呢 后边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注册功能 你也可以放到微服务的这个服务器上面 一起去把它写出来 可以理解吧 对吧 好了 那对应咱们的这个客户端的这个实现啊 就完事啊